本草纲目几载人愤苦寒 主治实行大热狂走 解诸毒 捣墨 肺汤卧腹治 乙经药液 头发等物体的性微功效 李时珍是怎么知道人体分别是苦的 难道他真的尝过吗 这些记录在本草纲目人部中 令人差一点要猜 又分别有什么要效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令人望而生畏的本草纲目人部 在护佑中华民族 绵延数千年的中医药史上 出现了数不清的名医和神医 但伊林之中仅有两位被后世称为圣人 一位是被称为医圣的 《上汉杂并论》作者东汉民医张仲景 另一位被称为要圣的名医 则是场面于湖北的李时珍 圣人是传统儒家 对人分类的最高等级 同样在中医药学界 李时珍以自己的一生实践着圣字 本草纲目作为李时珍编写的 一部药物百科全书 全书分为水 火 土等十六部 李时珍于1518年 出生于行医世家 他的父亲李延文曾任太医院礼物 李时珍曾任正无品的太医院判 其子李建木为太医院一事 一家三代都曾供置太医院 充分证明其医术制高超 但是李时珍进入太医院的目的 却单纯地只是想便于禁言重修本草 当一次次赏述 要求官府重修本草却无人理睬时 他已然离开安逸的太医院 以一己之力 承担起官府的责任 率领全家和弟子开始重修本草 开几个人重修本草的新历史 此时聚上次官修本草事件 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 明世宗家境三十一年 李时珍开始着手编写本草纲目 他以北宋的正类本草为蓝本 同时参考八百多部古典书籍 编著期间 他多次离家外出实地考察 足迹编辑湖广 江西 直立等地 弄清了许多伊历方面的疑难问题 除此之外 李时珍还广泛向底层劳动人民学习 记录了很多民间偏方 他却是亲自品尝了很多药物 但并不是所有记载的药物 他都亲自尝过 有些可能是前人尝过 也有些可能是普通老百姓尝过 比如粪便就可能是有人尝过 说是味道有点苦 李时珍就记录在案 再经过多方考证 确定无误之后就可以收录进去了 所以李时珍不一定正尝过粪便 李时珍是药生还是用医 而够 头血 粪便皆可入药 中医的味道难道就是臭不可闻 首先我们来看看而够的作用 在中医学中 他被叫做脑膏 直接外腹可吃骨毒 根据《本草纲目人部》中记载了解 中医中所用的头血叫做白齿霜 而他也不是直接用不上的头血 而是留在梳子上的头血 这杯药材可不只是外腹这么简单 他需要内腹 和米汤或者酒混合在一起喝 对头疼等十分有效 如果人的首要是不小心被坚物刺穿 就可以用牙狗腹在上面 之余指甲 《本草纲目人部》记载 他可以治疗孩童的腹胀 当小孩子出现腹胀时 父母可以将自己的茧一点自己的指甲 将其烧成灰后 混合乳质让孩子腹下 并可以治疗孩子腹胀问题 除此之外 粪便在中医里的药用价值也不可小觑 首先先给大家例举一些粪便类重要名称 比如残杀是桑残的粪便 即使白是积分上白色的部分 五菱之是无数的干燥粪便 左盘龙是鸽子的粪便 人类的粪便称之为人中黄 是用甘草墨放置在竹筒内加工而成的料材 人中黄一般成块状 直径不超过两厘米 外表及断面均成暗黄色 稍错糙 可见细小短节状的甘草纤维纵横交织 有时尚可发现外表富有 灰黄色的膜状竹一残片 只兼使表面一剥落 其特异未干 虽然听着有些甚人 但是他针对各种食火热毒的患者 那就是一样宝贝 由于他具有清热凉血 泄火解毒之功效 常用于天形热病 闻病发斑 以及大热反可 痘疮血热 和单独 疮痒之类的疾病 腻白也叫人中白 是尿筒内或尿膏内灰白色的沉淀物 将其取出来后晒干就可以入药 李时珍说它可以医治 朱窍出血 偏症头痛 口舌生疮等病症 使用方法同样是口服 白定香是由麻雀粪便炮制而成 胃苦腥温有微毒 具有化剂 消逸等功效 不仅能治疗消化不良 还可能健庇开胃 听老人说麻雀粪便还可以治疗眼疾 只是鲜少有人尝试 除了要用价值之外 麻雀粪便也是民间传统的高级护肤 不仅去无能力强 将风干的麻雀粪便抹在手上 滴点水揉开 就可以使皮肤洗白光滑 还可以防止手脚干裂和冻伤 本草纲目食不吃人俱住 人的天灵钙入药能够补经养神 李时珍药生地位不保 脑概骨俗称天灵钙 鸭一身之骨 人头圆入盖 穷龙向天 古人认为这是天生所赐 体内的神灵晦记在里面 本草纲目就曾记载了它炮制过程 先用火烤一碗除臭 然后用瓷锅装上童子尿 煮24小时 然后再加里外一个一尺深的坑 把煮过的头盖骨放进去24小时 说是这东西昏归神庙 洋人是阴 阴人是阳 主之施主 鬼气浮连 骨症等病 多数是传染病 但是也有明白人认为这种做法 不仅残忍伤势而且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生物痛绝用此物入药 在当今社会更是绝不可能 此外还有一些荒诞不惊的药材 例如腹珠绳 古名思义 脊柱被杀死之后炸出嘴巴的部分 服用方法也是烧灰水浮 可以致小儿惊蹄 发泄不定 不知是否有人给自己的孩子使用过此药方 在这脚脚步也就是裹脚步 是古代妇逆产族所用的布料 李时珍则认为多够折价 用得越脏的效果越好 普用方法是洗之扶之 其中滋味可想而知 自古以来 得儒家道的是君子 得道家道的是仙人 大多数人则只是市井小人 发以毛而立天下 老鼠的脊柱 水塔的骨髓 狐狸的嘴唇都可以入药 很多药方都体现了中国史文化中 那条让人酷笑不得的理念 即吃啥不啥 却啥吃啥 实用主义的理念 麻木不仁的人本思想 以及扭曲的自然崇拜 早已经渗透进了潜意识 但是中医和中国饮食 不应抱持这么一种 同质而朴素的思想 简单的归结道已经不行 不可否认的是 饮食是一种文化 中医也是一种文化 但文化是个中性词 并不是什么东西成了文化 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 一切习俗和文化 都不能也不应该 被拿来充当贪婪和残忍的遮羞布 回观《本草纲目》这部著作 种种记载有力地说明了 这些方法中国古人都经过了尝试 在和疾病的斗争中 中国人用尽了能想到的一切方法 有效的和无效的 甚至看上去荒谬可笑的 都记载在这 后人可以继续去验证 也可以任意取用 所以造就了中医的博大精神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